我们正常情况下呢 点回贴 来到这边 笔提高到笔尖 本来我是这样 变这样 提高了以后 撤贴 好 过来 这样就不会塌肩 什么叫塌肩 我这一个线 画过去 这条肩线全部在这里 那同学为什么会塌肩 不但塌肩还跑出一个斧头 好 有同学是这样 他误以为 我先收笔 笔尖来到这边 然后要向外面又来了一下 所以呢这边就变这样 好 你看这边是塌肩的 好 尖塌下来 或者是你 接的时候你的角度 来到这边 才下 这个就是百分百塌肩 那么如果你的笔 贴的角度在这边 百分百不会塌肩 看一下 什么叫塌肩 你的肩膀塌下来 塌下来 我是引用我老师的讲法 如果你的角度改变成这样 就不会 你看一下 我在同样的地方写比较好 就不会了 也就是说这里 我从这边下来就不会 就这样进来 就不会塌肩 这样看懂了 提 贴 过来 完全不会塌肩 那还有同学 为什么这里会肿一块 肿一块是这样的 你本来是不会塌肩的 这没有塌肩 但是你肿一块 为什么 你压了毛笔 你再看一遍 毛笔 你压了毛笔 它只好转 它没有地方去 没地方逃 所以呢 它就只好转 这角度对 一杯转过来就对了 嘿 就是说 你压了毛笔 要往这边走的时候 手放轻一点 它顶多是一点点 不会走成这样 那可见你压毛笔压得很厉害 看到没 下凉 下凉